做小鴨拍照 擺出各種姿勢 要與小鴨拍到最可愛的照片 高雄愛河灣黃色小鴨展出 年初一一早 人潮不斷 我想大家昨天應該都很晚睡 今天很晚起來 所以我們就特地 很早就做公車過來 帶毛孩來看小鴨 特別買一隻小鴨夾子 夾在狗狗身上做紀念 還有爸爸帶專業攝影器材 補光照跟單眼相機 幫孩子拍小鴨寫真 10年前有拍嗎 有 10年前沒有這兩個小朋友 大批遊客在岸邊圍著小鴨搶拍 但其實還有這種隱藏版拍法 來行才知道 從鏡子裡面拍那個倒影 感覺好像人跟小鴨 又離得更近了 透過岸邊見物大片玻璃 與超清晰小鴨倒影融為一體 也能拍出IG美照 想更近距離不同角度 看黃色小鴨 那就報名水上活動 SUP 獨木舟或水上腳踏車 從一早8點開始 兩小時內就吸引超過百組遊客 來體驗 當然本來哥哥的夢想是 可不可以近距離摸到小鴨 有辦法嗎 沒辦法 今天的狀況的話 應該最少都會比前幾天 可能再多個四五層的人數 黃色小鴨重回高雄港愛河灣 一次海兩隻 遊客趁過年走春 真想目睹 留下不一樣的新春體驗 近期為黎清頓捷採訪報導 嗯 local holiday 小鴨唯 忍